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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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奴才 竟敢在此偷窥 太子殿下 给太子殿下请安 你干什么 我有事要和你说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那要是南兰幸德受伤之事与我无关呢 您是太子 就算捅了天大的娄子 还有当今皇上为您撑着 当然是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今天去见南兰幸德了 你见到南兰哥哥了 南兰公子 南兰公子 要我好好照顾你 我答应了 我去见到南兰公子 我去见他 是因为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让你如此念念不忘 而今天 我知道了 我 Adventures in the Constitution 虽然他很优秀 但是他放弃了你 那他放弃了你 而我 无论何时 都不会放弃你 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收回 包括我的心 和这枚戒指 戴上这枚锦石 你这一辈子 都别想摆脱我 宣大阿哥年庚瑶禁殿 儿臣 臣 参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应是 年庚瑶 此次你二人前去平定叛乱 这期间捷报可是平传哪 朕十分欣慰 没有辜负朕对你们二位的期望 如今你们安然归朝 朕定要重重有赏 您是 儿臣在 因你平定策望有功 朕今日封你为直郡王 并赏黄金千两 谢皇阿满点 年庚瑶 臣在 此次出兵你小勇善战 朕封你为川山总督 黄金千两 谢皇上 四川总兵岳中旗 及时查证康太所犯的罪行属实 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暴动 朕封赏岳中旗为四川提督一旨 坐镇四川 臣代岳中旗领旨谢恩 应是 严庚瑶 以你二人御敌有功 今日在太和殿设宴 为你二人庆功 儿臣 臣谢主隆恩 严庚瑶 严庚瑶 你等一下 微臣严庚瑶见过温县公主 快起来吧 谢公主 严庚瑶 公主为何如此匆忙 你 你想好答案了吗 答案 什么答案 就是本公主给你一个香囊 里面有一张字条啊 这 你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呀 你到底愿不愿意做 好 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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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微臣倒是愿意 真的吗 真是太好了 不知道 容献公主是否愿意 儿子 和娘 是否愿意 又愿意 是否愿意 为何愿意 和娘 爱 是每日念经诵佛 祈求佛祖保佑您能平安回来啊 儿臣不孝 让额娘担心了 只要你能平安 额娘就放心了 儿子 你是仲阿阁当中第一个封王的 说明你皇阿玛对你有多重视 但是你以后做事一定要深思熟虑 千万不要让你皇阿玛失望啊 儿臣知道 现在年庚瑶深得皇上的赏识 你要与其维持好关系 让其为你所用 她的妹妹 年书缘 知书达理 聪慧大气 不是普通的女子 额娘想 要是她能成为你的福建 那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呀 所以 你一定 要千方百计 博得她的欢心 儿臣谨遵额娘教诲 你争夺王储之位 你争夺王储与其 我觉得这个年甲是关键 我争夺王傭 我为你义夺王储夺王储备 奴婢参见德妃娘娘 德妃娘娘万福今安 起来吧 谢德妃娘娘 自从你进宫 本宫好似从未来看望过你 是本宫的失职 德妃娘娘身份尊贵 临时奴婢前往永和宫请安 软香将东西拿过来 这 这是一件绢纱金丝绣花长裙 本宫觉得与你甚是相配 卓将它送给你 无功不收录 何况奴婢从未 让你收下就不要推辞 就当本宫多日没来 抗望你的补偿 谢德妃娘娘赏赐 别一直跪着了 打第一次见到你 本宫就快喜欢你的 快起来吧 过来坐 为什么 陪本宫聊聊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喜欢年书院 本宫早就想要来看你了 我哪里比他差了 苏文德妃娘娘是有福之人 所以才会有四阿哥和温县公主 看这小嘴儿真会说话 娘娘 好茶 您要是喜欢 改日我让杜鹃给您宫里送上两壶 好啊 小姐 您是在找东西吗 你看到我放在桌上的戒指了吗 不是一直在桌子上吗 找不见了吗 我找遍了整个房间都没看见 我不在的时候可曾有人来过 贺兰小姐来过 她得知小姐出去 她就回去了 我去问问看 贺兰姐姐 你可曾看到我放在桌上的戒指 戒指 什么戒指啊 或许是我记错了 我该去别的地方找找 是紧张戒指 还是紧张 送戒指的人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明明说过不会和我抢太子的 我从没想过跟你抢 也不会跟你抢 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 你先把戒指还给我 我再慢慢跟你解释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了你的戒指 姐姐每次说谎 眼睛都会不由自主地向别处看 你们在吵什么 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醒来吧 什么戒指 舒原妹妹自己将戒指弄丢了 却跑到奴婢房里来找 可是奴婢房里什么都没有 太子殿下若是不相信 可以派人来搜 婢女不慎将皇后娘娘一物一失 还请太子殿下责罚 起来吧 你若将戒指交出来 我既往不咎 无凭无据 凭什么说是婢女拿了戒指 太子殿下 是婢女不小心把戒指弄丢了 不关贺兰的事 请不要责罚贺兰 您也不必在这儿行刑作谈 好啊 你信不信我把你叫到 宗人府去查办 是 殿下 戒指是奴婢偷的 奴婢见戒指贵重 想据为己有 戒指就藏在奴婢的房间里 小林子 在 去 把戒指给我搜出来 喳 回禀殿下 找到了 来人 将这大胆贱臂拖出去 重打二十大板 太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此中只是一身糊涂 求殿下放过他 他连本太子送的戒指都敢脱 还有什么事不敢做 太子殿下饶命啊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饶命啊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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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您放了四竹吧 太子殿下 也不敢了 饶命啊 太子殿下 殿下 既然戒指都已经找到了 还请您放了四竹吧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起来吧 饶命啊 这 二哥 好 这里好热闹啊 见过二哥 听说二哥你要杀人 那个大胆贱臂偷了书元的戒指 若是不乏 求殿下开了 既然戒指已经找到了 请放了司主吧 起来吧 二哥 既然戒指已经找到了 那罪也不至死 算了吧 同匪 同匪三人不敢 算了 算了 三人不敢 既然四弟说情 此事就此作罢了 你这剑壁 如有再犯 别怪本太子不客气 谢太子殿下 司主 小姐 司主 这只戒指 保管好了 不要再弄丢了 知道吗 你看 你如何 你 encontra 这个人 最爱是这样的 女人 他FI 有很 explain 言尊 这个人 我准了 威姐 准备 您在前 丁绣姐姐 还是多天见义父吧 还在为贺兰的事烦着吗 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相信我吗 我从未想过要和贺兰姐姐争太子 我相信你 其实这件事也不能怪你 感情这个东西谁又说得准呢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妹妹不用太过自责 等贺兰想通了 一切都会好的 其实我本不愿入宫 无奈进入到了这深宫之中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度过这几年 然后 出宫遨游四方 所以 所以我根本不愿意 与宫中的任何阿哥扯伤关心 这个世上 最不遂人愿的 就是感情 不是你想躲就能躲的 倒不如 去迎接他 越想躲避 越是纠缠不清 回皇上 大阿哥好像是略胜一筹 行啊 应是 如今你的剑法是越来越准了 朕伤了年纪 有些力不从心了 皇阿玛 儿臣的剑法跟您相比 简直是差值毫厘 谬值千里啊 而且皇阿玛正当圣年 若儿臣想赢皇阿玛 就算再苦练几年 也定是追赶不上的 你呀你呀 就会讨朕开心哪 儿臣俱俱属实 是 儿臣参见皇阿玛 起来吧 何事啊 皇阿玛 儿臣听说皇阿玛 为儿臣举办选妃大典 可是儿臣已有心仪之人 并不想要什么选妃大典 儿臣想要自己选太子妃 身为皇家子孙 你的婚事 关系到国家大运 再说了 朕一言九鼎 启示说改就改 皇阿玛 儿臣已欺慕年疏缘许久 太子妃之为 非他不可 皇阿玛 儿臣不孝 有违祖制 请皇阿玛责罚 皇阿玛却莫生气 二弟一时失言 皇阿玛千万不要责罚他 是不是平日里 朕给你的态度 让你忘乎所以 义正言辞地跟朕讲辩 皇阿玛 儿臣口无遮拦 请皇阿玛降罪 但儿臣的婚事 想要自己做主啊 行了 行了 你回去 好好想想 朕的帝王之位 绝不会传给一个 容易感情用事之人 若你执意如此 占旧 儿臣有罪 想劝一劝太子 二弟 你先回去吧 不要惹恼了皇阿玛 若年书员真的有意于你 他定会为你参加 太子妃择选的 回去吧 应是说得对 你退下吧 二弟 二弟 小姐 这次太子妃选举 你有什么把握吗 我阿玛前几日 已经设宴款待了 龙科多大人 听说这龙科多大人 礼都收了 太好了 有了龙科多大人的帮助 太子妃之位 一定是小姐的 这太子妃之位 原本就是我的 她年书员有什么资格 跟我抢 我来 小姐 这小兔子好可爱呀 你是小瓷兔还是小熊兔啊 贺兰姐姐 你看 没想到妹妹 还有心思在这儿追小兔子 姐姐还以为妹妹 早已在屋内暗自伤神了呢 妹妹为何要暗自伤神 你的情郎 纳兰幸德没有告诉你吗 他明是叫大婚了 什么 大婚 大婚 对了 我忘了 你们早已分绝了 我若是妹妹 不如学那梁山博与注英台 至死相随 姐姐是害怕 我与你抢太子妃之位吧 贺兰姐姐 我对那太子妃之位没有一丝一毫的想法 就算你今日不说 我也不会去参加此次的选妃大典 姐姐大可不必在这里用纳兰幸德的事情来刺激我 若和兰姐姐没有其他的事情 妹妹先告退了 姐姐姐姐姐姐 这事我从私房馆那儿抄露纳兰公子的心事 我 我知道了 难道 您就不想看一下这首诗词吗 不必了 我念给小姐听 一生一代一双人 争较两处销魂 相思相忘不相亲 天为谁春 将向兰桥一起 要成碧海难奔 若容相仿引牛津 相对妄嫔 小姐 本太子听说 你要退出太子妃则选 先别哭了 先别哭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南兰幸德要成亲了 是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也不会改变什么 只会让你更加伤心 告不告诉我是一回事 我伤不伤心是另外一回事 我最讨厌别人瞒我 我瞒你是不愿意看到你伤心难过 我伤心难过关你什么事啊 你疯了 冷静些 我疯了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走 走 我不走 你不走 我要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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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 为什么要放弃我 跟我回去吧 这叫下去你会生病的 我为什么要回去 你为什么叫我回去 你是谁啊 你是我的谁啊 病啊 我要病到什么都不知道最好了 你放开我 舒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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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好了 舒缘 有我在 别哭了 跟我回去 这么淋下去你会生病的 见过执君王 快起来 好不好 怎么 心碎了 别哭了 跟我回去啊 好不好 我何须心碎 太子注定是我的 好啊 你可不要高兴的太子 好了 以我对太子的了解 他定会立年书园为妃 不管你或年书园 愿不愿意 可怜哪 贺兰妹妹你学试才行容貌 都抵不过年书园 那执君王的意思 我 我只不过是碰巧路过此地 见到此景 有些感慨而已吧 这夜深雨重 伞给你吧 灵坏了身子 就择选不了太子妃了 放开我 放开我 为什么要放进去 听话好不好 为什么 你不啊 跟我回去好不好 为什么 小姐 我们走吧 小姐 我们走吧 转山 转水 转破堂 我 今时分带一人 渐渐变不忍 暗宁 无声夜色 抚过了清晨 有远去交工门 谁人默默听闻 爱过一抹 爱过一抹红尘 画无尘蝶 清白凋零我自忍 敌宫无非错退 在梦里试魂 窒息怎怪年论 独留一生 独留一生 情恒自多几盆 一路人称 独守难地诗人 恩情自问 你爱我勇于几分 如若一生 却终究白发 掩盖青丝 辜负了眼神 愿天有人 无奈星辰 去留一道红门 红亭又深 绝口不提悔痕 虚度青春 看流年回想 水晶风轻当时的我们 一笑清晨 一笑清晨 腿龙 苏 车 鱼 顺 鱼 使颜 文字 文字 张文字 如苏 生 尽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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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